卫生部的禁烟令将从明年1月1号开始执行 引起了民众两极化反应 不吸烟的民众对这一项禁令举手赞成 但是餐饮业者却担心 这项禁令会影响他们的生意 马新咖啡茶叶联合总会和45个属会代表 今天到槟城拉横幅抗议 促进政府正视小商家的困境 允许他们在店内把部分区域设置为吸烟区 以留住客源 卫生部宣布明年起全国所有冷气餐厅 咖啡店 露天小贩中心 路边摊一律全面禁烟 违规者可罚款1万令吉或监禁两年 而业者则必须承担2500令吉的罚款 不少业者担心这项禁烟令会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意 今天马新咖啡茶叶联合总会 和45个咖啡茶参工会等代表高举横幅 促请政府不要在这段经济不紧的时期为难商家 马新咖啡茶叶联合总会第二副会长张军宇表示 他不反对政府朝健康社会的目标前进 可是唐突执行禁烟令不但影响商家饭碗 或许还会延伸更多不必要的麻烦 因此他建议政府不如让餐饮业者局部禁烟 营造一个双赢的局面 如果真正的政府要实行这个禁烟期 应该要有一个双赢的解决的方案 就是政府可以给我们开放式的茶参室 传统家飞店 在我们的后面几座台 可以给烟客在那后面吸烟 减少我们跟我们的顾客 寄烟客摩擦或者发生的口角 因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张军宇表示 政府每年征收上亿令级的烟草税 吸烟在我国本就属于合法 因此他认为政府必须尊重人权 因为烟民不是罪犯 他也表示过于仓促执行禁烟令 是不能有效减少民众吸烟 政府更应该走出冷气房 时刻观察 评估和做出改善 才能让新措施有效执行 NTP7 槟城 采访报道